失眠 观众朋友你在画面上所看到 这个叫做猫步复健法 好多人他们在做什么 老师 这个猫步复健 就是说我们假如你不知道 你的脊椎侧腕到底是 右图还是左图 然后屁股是歪左边 还歪右边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统一做猫步 这样子呢就是把整个脊椎伸直 那就不会说做错的情形 你相信吗 我们今天已经把猫群 请来摄影棚了 欢迎猫群进场 马上进行猫式步键法 欢迎他们 老师 他们的动作在做什么 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 可以利用猫步来调整我们的脊椎 那你看他们都是要 往上提的一个动作 我们脊椎侧腕 要变直呢 第一个就是延伸嘛 弯的东西延伸 它就会变直 那它就是在做整个身体从颈椎胸椎腰椎往上延伸 那在而且骨盆呢也摆在正中的位置 那这样就可以矫正我们不管是右边侧弯的或是左边侧弯的病人 等于是它的中轴线也拉长了 拉长了 平常我们在家 你建议就一群人做 我自己做不行吗 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做啊 不过比较无聊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 可以全家亲子活动嘛 爸妈妈带着小孩每天转个几圈 他的手往上两侧摆 主要的用意是 主要就是说平衡 让我们这个整个 我们脊椎要变直 一个是拉长 第一个是扩张 弯的东西你把它扩张 extension它就是会直 所以那手摆在两边呢 是有让它胸椎扩张 也可以治疗驼背 也可以治疗直视不良 这也可以治疗驼背 那这时候的呼吸调息是 那我们就是垫脚尖的时候吸气 然后呢 脚跟着地的时候吐气 现在是吸气 然后吐气 吸气 吐气可以再走慢一点 吸气 慢慢吸 慢慢吐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那做完这个你就会发现 你身高会高一两公分 真的假的 马上就会增高了 我马上做 对 谢谢猫群 好宝贵的一刻